本集企业绅士一线性啊 今天的大反射 大家好 我是象棋老堂 今天呢我们分享了一集十分精彩的对局啊 由胡庸华来对啊 李定成的一盘精彩对局啊 这盘企业画的啊 胡适量的个是十分的巧妙 结尾处的来了一个惊天反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车盘起 横峰啊 四里定成黑峰是胡适量啊 跳马 横峰跳马 胡适量的出局 横峰出局 胡适量的上足 横峰的飞居过河 胡适量的跳马 横峰的上兵啊 双方的走成了一个比较常见的布局啊 中炮对平方马来附近骑兵的变化 那这个时候胡适量啊 走到一个马骑定六 这手骑啊 是胡适量也比较喜欢走的 那这个是横峰走的一步 可能大家比较少见的一步骑啊 走到这里 按照我们现在人的走法啊 就是这个年代 大家都喜欢走马爬进气啊 或者是具有品势的啊 也也能走 那但是这里横峰啊 走的一步什么骑的啊 直接的浸泡 下手骑很明显的要冰淇淋 去攻击胡适量这个马 我们一起看呢胡适量这里啊 是怎么解决的 胡适量这个事是不疯不麻 飞了个像啊 那对方的话呢 就按照激发继续的冲冰 所以打马 胡适量就挑马来去啊 踩冰啊 踩这个炮啊 那洪峰就吃吃冰过去 下手骑要吃这个嘛 那按照常理的话 这里大家看是不是黑旗 应该把这个冰给吃了 但是胡适量啊 之所以是天才好 就是他的宇宙不同 他干嘛呢 啊 马跳的窩心啊 骑也有鱼啊 马跳窩心啊 不死也孕 但是胡适量他就这么干了啊 但洪峰这个时候 这个炮 单元不能让黑旗白痴的 对吧 所以黑 横峰呢 就索性的把炮的撤回来啊 胡适量就平均啊 出来捉兵 横峰呢 啊 就捉马 双方形成一个对桌 那这个是黑旗 这个马呢 肯定啊 要得走 那他呢 不是去吃这个病啊 他是怎么办呢 胡适量是直接的挑马 下手骑要挂脚将军 那横峰这个时候 这个炮呢 也是不能打这个炮了 有炮打这个炮 这盘起来就交代了啊 如果炮打炮我们看啊 那这个黑旗非怎么办呢 黑起啊 这里啊 首先他是要将你一军啊 将军你起来啊 这一次次居住 但是他不会去直接吃你去 他会怎么办呢 他会先把这个炮给打了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马鹅炮绝杀 这边要吃你去 那这番企划的 黄峰基本上就没法玩了 所以实战的时候啊 嗯 黄峰其实也走得非常的啊 顽强啊 当胡适量挑马的时候呢 实战 黄峰就挑了个赛马 把他守住 那黑起这个是就吃冰啊 这里要吃这个马 那黄峰就平均过来对桌 那双方这里啊 就是一拍即合吧 双方就愿意的进行个交贩了 那交贩完以后呢 我们看这里 胡适量就多赚了个纸是吗 那这个是黄峰就挑马的 反起来这个锯 如果这个锯逃跑的话 那这炮就被吃掉 所以胡适量只能来平均过来啊 争取一个多纸的优势 那黄峰就炮了打过去 把这个窩心马给震住啊 然后黑起胡适量就平炮啊 进行底炮沉下来 这一层底炮的话 黄峰也非常的威胁啊 双方的形成一个对杀 那这个是黄峰的就挑马啊 踩炮啊 这个是胡适量就进去啊 做炮 那黄峰的自然特别了 胡适量在平局的过来松居啊 夺马 所以这个时候 黄峰也吓得非常凶猛啊 他是怎么走的 黄峰当时是跳了个马 这里要挂脚也是一个杀棋 那就在此时此刻啊 胡适量看了实际成熟了 我们去看胡适量是怎么解杀凡杀了 这叫生死一寇之间 他的首先的是将一手棋 那黄峰只能上来黑起来啊 再点一讲 你是不是在下去等你下去的时候 胡适量再一个平局过来啊 这边交杀 这边刚好守住黄峰的马五金士反杀的起 结果就变成了黑风的取得了生意啊 红峰这个反杀的没有成功啊 好 这盘期虽然比较简短啊 但是啊 胡适量的构式啊 还是非常精彩的啊 还有信 浸泡那则 行 我相信很多旗友都没有走过啊 好 这盘期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啊 如果我的讲解的话呢啊 对你有所帮助 有所提高的话啊 请多多的点赞啊啊 并且关注我 我们呢 呃 还有后期的视频呢 等着大家